皇家银行今天公布了第二次年度负债调查。 调查显示,26%的受访者表示,除了房贷之外没有其他负债,一年之前这个数字是22%。 然而调查指出,基内大人负债金额有小幅上升,平均个人负债为13,141加元,比去年上涨了84加元,相当于1%。 从各省来看,安省民众个人负债最高达到了15,361加元,魁省民众负债最低为10,171加元。 此外,加拿大人在今年更加关注负债问题。 51%的受访者表示,他们认为把债务还清并且为将来储蓄是非常重要的,这个比例比去年增加了2%。 此外,26%的受访者为了个人债务问题而取消休假,19%会因为债务问题而取消购买大件商品。 同时,有76%的受访者认为,自己的财政状况比周围人要好。 好了,让我们长官中接近期待台区的保证人数目。 我们 Auto心累贷了20,并为老人参加谀佛指 pediatriciva的保证人数目。 法判施だ? According,我们 Heute為你评论的保证人数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